欸 我覺得這樣做更好欸 然後就改了 跳不好啊 怎麼跳都不對啊 我在那個年紀 我不知道怎麼自我發現 那也是我覺得最痛苦的 分配太少給你也不對 分配太多給你也不對 怎麼沒有人跟我講話那麼大聲過 我們上舞台不就是想要被別人看嗎 為什麼你們會願意接受 不被看見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是怎麼長大的 從理所當然的耍賴 再到不懂還要給我 再到發現自己原來一事無成 然後了解 也不過如此而已嗎 以上敘述都是用在我們這三個人身上 以前當然都會覺得說能夠多跳 兩跳越多越了 對對對 是覺得很棒這樣子 然後就是只有歐上兩支還一支什麼的 就會覺得好像覺得有點打過話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楊欣照在後面跟我講說 X很累 我不想跳那麼多 你知道那個時候聽到這種話是多刺耳的 你知道嗎 可是後來他就會跳很多啊 男生 對 可是後來你就知道說 其實就是 不管怎麼樣都會有各自的苦衷 分配太少給你也不對 分配太多給你也不對 對 對 怎麼樣都可以有得講 沒錯 對啊 沒有讓你站中間 也不行 沒錯 也不行 沒錯 這是從小 從小要克服這些東西 小時候其實不見得會願意承認自己比較不好 對啊 所以那當你覺得自己比較不好的時候 你就是去攻擊別人 某種可能是我真的也有問題 我不知道 我在那個年紀我不知道怎麼自我發現 進舞團之前可能還在學校的時候 對於職業舞者這四個字會有一個認知嗎 就是覺得說職業舞者就應該要怎麼樣 這個東西應該要怎樣 在進團之後 對於職業舞者這份工作想像有沒有不一樣 也許是變得更專業喔 日常生活作息上面我都很習慣 日常生活作息上面我都很習慣 我覺得比較不習慣的是 身體裡面的深度跟精準度 你再怎麼樣跳 你都覺得都已經出來了喔 可是老師開始用一些很抽象的東西 很很很很 美學上的東西 生理上的東西 來跟你說他要的某種精神狀態 是那些東西不一樣 剛開始的時候 就一直被罵 可是他罵的內容是什麼 那也是我覺得最痛苦的 就是譬如說他只是要你輕輕 我們久了以後 他就說你向左挪一點 然後你就只要真的一滴滴就好 然後年輕的時候 大大一步就被罵 這種只是小小的事情 但是老師在要求上 我覺得他是 他的東西就是好精緻 那個精緻是 看起來很像無為的那些過程 其實都是被精準計算 對所以剛進去的時候 跟直升的舞者落差最大 我覺得這個 真的要到完全 大概很難啊 三吧 三年了 兩三年了 我覺得要喔 可能他對我就會說 你可以腰彎多一點嗎 那那個東西是因為 因為你這個人的特質 對 所以他會特別喜歡你要做特定的東西嗎 對 相對他就是另外一種 那是哪一種 等一下 他一定要跳起來 他一定要離地 不會順啊老師 不會順啊 你就跳 對 聽起來就是你們也很清楚 你們自己擅長的東西 然後老師也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夠成熟 因為你這次中間有很多轉變期 到你像你講的比較前面 就可能也會有一些的不服氣 不舒服 就覺得為什麼我不能 我也可以做起他 對阿 我都不能跟他們一樣阿 對阿 就是會有這些過程 那怎麼樣去 你們是怎樣去調適 讓自己覺得OK 其實後來對於動作的外在 已經沒有那麼的在意 我的意思是說 好狂潮我就是這些動作 嗯 我在意的是 我動作的轉接我自己有沒有舒服 阿不然我30歲跳狂潮 跟我35歲跳狂潮 身體整個已經不一樣了嘛 老了五年了 嗯 如果你到35歲的時候發現 突然發現我想要改一下這個什麼動作 是可以的嗎 可以 是OK的 每一次再重新再被扳演 你都可以改 老師的好處是 如果你處理的就是 更加分的 他絕對不會說NO的 會不會有一種可能是老師更沒發現 有 也有阿 因為他也記不得 對啊 那我想我會覺得 對啊 因為我自己有時候也會 就是那種 一樣就是動作 跳一個作品 跳了好幾年 然後突然某一天 靈感大發 就覺得 我覺得這樣做得更好耶 然後就改了 然後我做完之後 然後就去問他覺得怎麼樣 然後他說 真的嗎我都沒有發現 我覺得你都跳得很好 對 他們就覺得很好 就是好啦 你在裡面的調整 只要都在方向裡面 整個作品都是活的 嗯 我們都是看著前面的人的呼吸 旁邊的人的呼吸 啊一起吸 對 啊你要吸下去啊 啊我就站起來 啊你要站起來啊 啊我就吸 啊你去左邊啊我來右邊 啊可是我們的時間感都是 因為我們都是感覺到彼此 是很活的 就整個是一個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的概念 我們是一團雲霧 但一團雲霧就是因為我們都在一起 對 對 如果我要直接的問話 我就會想問你們說 我們上舞台不就是想要被別人看嗎 嗯 我們從小跳舞 想要當舞者站上台 不就是想要被看見 那為什麼你們會願意接受 不被看見 不要被看見 就是為什麼願意接受我就是一團雲霧 不要看到我沒有關係 這樣才是對的 因為我們從 沒有所謂對不對啊 我們崇尚的是一種狀態 我們崇尚的是那個狀態帶給觀眾的感動 而不是我個人帶給觀眾的感動 我當然個人也可以 第二段可能是 有一點小Solo 大Solo 那是我跟觀眾 哎來 我給他挑動 我再下一段換別人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 就是你在更了解自己 然後到更了解老師為什麼要這樣編排之後 你就會覺得你想要成全的是這一個作品 不是自己 比如說30歲以前 做飛腳 想都不用想 跟喝水一樣 不用手啊 你要膽腳落地 你要立馬著地 你要 都可以 都可以啊 超過30歲以後 你要提醒自己 肚子要瘦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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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比如說像你們 低潮捲帶石 我們剛剛也有提到一點 就是都有 坐在德國的路邊哭啊 正假的 真的 為什麼 跳不好啊 怎麼跳都不對啊 那德國路邊哭 是覺得說 世衛覺得說自己好像仿佛不會跳舞的感覺 對啊 我剛進團 第一天還是第二天啊 然後我回家 大哭 然後跟我媽說 怎麼沒有人跟我講話那麼大聲過 很多時候是成長 那個成長的時候是在演出的時候 邊演邊長大的 對對對 像我覺得 某一天我突然覺得我變成熟 是因為某一個我很敬仰的 我很崇拜的舞者厲害了 意識到我已經沒有一個人可以去觀照 去參考了 然後我才發現 你要長大 是我 就是 當我沒有人去那個時候 我變成自己要 開始 那個才 那個是我發現 好像開始因為這樣子 我必須要 成熟起來 然後是開始變成下面的人在 看你 類似 有一點啦 就是開始好像有點這樣 能不能回憶到那個瞬間 某一個瞬間是你突然覺得 嗯 我是一個成熟的舞者 他二話不說 他說好 喔 我要哭死了吧 我怕 對啊 謝謝 過分追求完美 嗯 我不爽啊 我飛腳就亂做 你永遠只能當一個二流的舞者 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退休